最近冰城的雨水特别多 看来当地的雨季又要来了 从现在开始到年底 气温会逐步地走低 根据往年的经验 接下来会是冰城最凉爽的几个月 老公 你说最近几天一直在下雨 那个港口会不会没有雨啊 有可能的 反正那是这样 我们反正过去看了再说吧 如果没有雨的话 我们得观光一下 踩个点 大不了油再来 都一切也蛮开心 老小还说了 牛车河 之前我们去了附近的北海 大山脚 而今天要去的地方叫高渊 它是槟城州最南端的一个小镇 离我们住的槟岛 大概一小时多点的车程 高渊最出名的是它的渔港 这里拥有马来西亚规模最大的海上养殖场 听说在古典河边有个码头 每天会有大量新鲜打捞的鱼虾出售 喜欢海鲜的老公 一听到这个消息就坐不住了 今天正好也没下雨 打算过去逛逛 乡村想到 要到了吗 还有十分钟 向左转 然后一旦目的地就在右侧 一直下去一直喊 一直下去就是码头 这个大概就是人家劈回去的 我们是不是来了晚了一点 就在前面是吧 我们找地方停车 那我们靠边停一下 嘿嘿 我好兴奋 我不知道鱼室是怎么样的 太阳出来了 我们的运气还是不错的 到了吧 回头就太阳出来了 哦 这个呢 鱼来了 哦 鱼哦 真的是鱼哦 有有有 有有有有 哦 这个鱼鱼很亮的哦 这么亮的鱼鱼啊 有有有 原来一天天天天都可以 所以还没关注 还没关注 那一天天天天天天 哦 长得了 新鲜得不得了 嗯 来 欢迎 哈哈 现在大概要去过趁了 嗯 现在要过趁 有没有 嗯 都来了 都来了 哦 我明白了 他的意思就是这个渔民把鱼打上来了以后 然后到这里来过一下 然后他贴了个小牌子的意思呢 就是这个渔民的货 是这个意思吧 是这个渔民的货 问我这个老板呢 你好 我问一下这个东西怎么卖的呀 它这个上面是一个纸头是价格吗 不是 不是 这个分量是吧 然后大概上面有一个名字的话 就是哪一部渔船带过来的东西 然后我如果选好一摊的话 只要算一下单价多少钱就可以了 是吧 我自己选 哦 好的 这个好多哦 我第一次看到 这么多都是下 原来就是这么摆在地上一摊摊来的 嗯 这是6公斤 你要的话你就拿起来 哎呦 主要是批给算一点海鲜浓的 这个老板 这种类的等于说是渔船呢 来不及算钱了 他们帮他们把分量算完了以后呢 到时候呢 他们来收了钱再和渔民结账 啊 是这样的啊 看了那么久了我也要买一点了 好的呀 你买一点 那几点钟要结束了 高渊码头的交易时间 大致到下午的一两点就结束了 之前因为没见过国内的鱼诗交易 我不清楚是否和治理的方式一样 高渊的渔民每天早上五点出海 十点开始陆续返航 把新鲜打捞到的鱼虾送上码头 在过磅登记后 放上自己渔船的卡片 交由岸上的渔业批发商来销售 海鲜基本都是当天销完 少量的卖给我们这样的个人 更多的是销往冰岛 甚至是吉隆坡 阿罗娘最后一切多了 你疼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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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罗娘说你疼 你疼 好的 那你问问老板 他们这里叫什么鱼啊 老板 这个鱼你们叫什么鱼啊 龙蛇 龙蛇 龙的舌头 龙的舌头 这道人蛮像的 龙蛇 他们比我们有想象力 对对对 这个好大 很肥的是吧 老妈最喜欢的这种 眼睛看着他们是打上来的 我自己去放点冰 好的 老板 你问我一种鱼 有吗 有吗 要么就拿这个 这个还可以 1.1公斤 因为它的多太多了 好的啊 这个也蛮大的 我问问他们这里多少钱 老板 这个是多少钱 10公斤的呀 1公斤 4.1公斤 4公斤 5.1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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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码头海鲜的价格 根据每日的天气 和打捞的数量来决定 其实零售的价格 与巴薩差的不大 主要是考虑东西新鲜 品种也比较丰富 在鱼港2楼 有家海鲜排档 可以带加工 现场坐着吃 只是那天 周末人多了点 需要等位置 这箱子也算是派上用处了 嗯对 在这里夏天的地方 一定要有一只个箱子 生意太好了 位置也没有 我们再去找找其他的咯 好的好的 找找其他地方 嗯 哦 可是这就是 冰小学 我看到满河都写的 这是他们渔村 唯一的小学 唯一的华文小学 哦 哦 一个得得吧 渔民的所有的 漁业收入的百分之一 就用来小学的开销 哦 因为他要保证这里的 华人小孩 有华语上嘛 啊的美好啊 很好 跟照当前几年翻新过的 嗯 翻新的费用也是 当地筹建的 就是私人筹建的 嗯 嗯 渔村的几百户人家中 大多是潮汕人 很多来自于中国广东省 浦宁县 一个许姓的家族 因为附近没有找到 合适的吃饭地点 所以我们打算到高云镇上去看看 哦 可以大概觉得镇上了吧 嗯 刚刚是那个是港口呀 海边了 我刚刚晚上查 它是从12点半做到2点半 啊现在正好嘛 对啊 吃货来的正好啊 我们是等开门了 我们以后就叫吃货三人行吧 镇上有些饭店只做夜市 网上查了一圈 找了一家在高原大街上评分不错 中午晚上都营业的店 啊就是这家啊 啊张记 嗯 人都满家了 哦 我们等位了吧 没有没有 老饭店了 一看就有点年事 对对对 有点年代了 哦我看错了 是11点半开始 到2点半 不是12点半 哦 我刚才倒不饿 现在这么等吃的话 肚子饿吧 你肚子饿吧 你肚子饿吧 哈哈哈 老妈做肉 有位置了是吧 好的好的 那你拿过去 来我拿一杯 张记是一家已经传到第三代的当地老饭店 中午的生意很好 菜单就是墙上的一排照片 他家的招牌是这碗螃蟹粥 不同于广东人包海鲜粥时 粥要煮得很烂 潮粥特色的肉蟹粥 米粒却是苛刻分明的 这这这这这 不弄给苏菜哦 放点汤 放点汤 来来来 姐 嗯 他里边都把放香菜和冬菜面 再加一个复合口感 蛮好吃的 嗯 等一下我我我来尝尝啊 让你口水去下 哈哈哈哈 我的话也很啊 确实不错 好吃吧老娘是吧 精华都在汤里了 哦真的你们两个螃蟹 待会再看一下它的价格 是不是很美 如果价格也很美好 嗯 那就是很棒 很棒 鱼港拥有最新鲜的螃蟹 在熬粥时又加入了冬菜 更是增加了鲜甜的口感 最后在底上铺上生菜 撒上大把的香菜提味后 这碗粥确实是非常的鲜美 两人份的量已经非常大 我们吃的很过瘾 老妈连连称赞 琐事回家也要试着做做看 至于价格也是很美好 我们一共点了四个菜 加上饮料 一共是101马币 临走之前本想着去镇上的全圆饼铺 买点手工饼带回去 据说他家制作传统潮州洗饼 已经快150年历史了 您的目的地在左侧 左侧 没有耶 我看到了全圆鱼 很大的好像还开着 哎呀 休息 休息了 哎呀 这几天正好休息 可惜的是那天店里正好休息 不过后来想想也没什么可遗憾的 留个念想 反正每次南下游玩时 其实都会路过附近 下次一定会有机会再来的 分享生活是种乐趣 感谢收看七零后慢生活 我是金宝宝 我们下次再见